就是我自己一直一個很深的感覺 雖然我現在進入這不斷一年多 我就是在看就是以前談起來 這開放的資料嗎?是難嗎? 就發現他後面要做的是 啪啪啪啪啪做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我補充一個小小的脈絡 就不知道大家一開始有沒有Cash上 就是一開始小朋友會做這些事情的 最前面時是因為有一個開放 開放台電的一個案子 是由好明毅先生提出的 那又有幾位我的尊敬的老師們在這邊 那他們用的方式是因為 好明毅跟行政部門 不管是院長行政院院長等等 有一些聯繫 覺得台電過去有很多東西 其實該開的你有開出來 所以後來就產生這樣一個聯繫說 可不可以請台電把東西放出來 但是就產生一個 我們今天也會討論一件事情是說 其實過往既有的已經有一些開放資料的程序 例如你可以上國發會的網站上面去要求 或你可以透過一些開放資料委員會去要求 然後但現在會不會反而是因為剛好 不是一種譴責 但是一個思考是 現在是因為剛好 可能好先生整個團隊 他跟行政部門有一個聯繫 所以他可以直接跳過所有的這些程序 就直接去做要求資料這個動作 但這會不會反而產生是一種 一種新的特權或捷徑的方式 所以其實小鳳這邊也算是在跟著開放團隊 這邊的團隊一直在思考說 怎麼再把這個東西也重新拉到 變一個體制化的東西 所以才會從原本的一個開放團隊 一個小小的案子 小鳳希望拉出來做一個大的東西 是這個案子結束 就算未來你不認識林權院長 你還是可以透過這些程序 去要到自己有資料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還蠻重要的東西 好那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我第三位 一排